今天这段的福音 不容易去来了解 所以我们一定要 带去我们的祈祷里面 恳求圣神来帮助我们 不明白的就是因为或者 我们不了解得到耶稣基督所说过的 关于世界 因为耶稣说 世界若恨你们 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已经恨了我 恨了耶稣 又说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知道 世界 基督所说的这个世界的字 这个概念 有着至低限度有两种的意思 一个世界是指 真正正正天主 以去创造者 创造了这个世界 物质的世界 自己本身正如由创世纪里面所知 是美好的 因为是由天主所创造出来 没有理由天主创造出来的东西 是恶的 是坏的 所以天主创造出来的世界 是美好的 是好的 但是我们知道 世界就因为我们 现在 因为有了元祖父母 犯了原罪 世界方面的 有着一个境遇 这个境遇 有种种的罪恶在里面 我们叫它做堕落了的世界 在里面 有着种种的 我们叫它做七宗罪里面 多贴切 所有的骄傲 妒忌 愤怒 种种的贪 贪钱财 贪权力 贪舒适的生活 贪食欲 贪饮 贪食 这种种的 是堕落了的世界 一种的境遇 以这个境遇 它想控制了我们 它想要我们属于它 因为魔鬼的诱惑很大 它想我们离开天主 但是 我们不是属于这种世俗的生活 我们是属于一种灵性的生活 因为天主创造我们出来 有了灵性 有着它的肖像 所以你会发觉 虽然你或者现在 我们浸淫在种种的罪恶里面 但是我们的心是不舒服的 我们的心不平安的 我们的心不喜乐的 就因为我们是属于天主的 我们有灵性的 我们着重着是 谦虚的 种精洁的 纯朴的 欣赏的 赞美的 所以你为什么来到现在 譬如是尼撒 在祈祷 你会很开心 很平安 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灵性的这个世界 我们是属于天主的 但是就因为我们有灵性的话 我们想控制这个世俗的生活 所以令到我们 令到这个世界都恨我们 但是这个世界继续的生活 继续化的生活 始终是迫害着我们 想我们要低头 想我们要朝败它 但是我们不要灵性 我们是成功的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一切 所以我们不要悲观 各位 我们不要悲观就说 你看现在世界 打开了报纸 看看新闻 各种东西都是这么罪恶 不是 基督是一样东西 我们有信德的 基督已经战胜了一切 基督已经战胜了罪恶 甚至我们最害怕的死亡 他都战胜了 因为有复活 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 去来传播福音 将这种的 我们自己奋斗之余 我们要遵守天主的话 而我们将天主的话 继续讲出去 而他们就会遵守 所以这几天的 《中途大事录》里面 一直讲中途 如何藉着圣神来推动 今天听到的多美丽 圣神指引着 他们去做这些 不做这些 去那里 不去那里 各位 我们在教会里面工作 我们或者在教会里面 去推行福传的工作 我们要聆听圣神 有时我们做不到一些 做到一些东西 我们不要灰心 圣神在后面 或者不做这样 会做那样 正如今天 你听听《中途大事录》里面 正如圣神禁止保禄 去一道 而是 后来叫他去 马其顿 我们一定要跟随着圣神 圣神要我们做哪些 我们做哪些 圣神说那里不去 我们就不要去 所以希望我们 永远不要灰心 在我们的灵性的奋斗 在这个世间里面 无论是家庭的生活 工作上面 社会间 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他们想要我们 能够隶属于他 但是不要灰心 不要害怕 耶稣基督 已经战胜一切 而我们是他的追随者 我们遵循着他的旨意的话 这个世界 永远都不会 能够克服到我们 而我们刚刚相反 我们有灵性的话 我们要管治着世界 这个就是天主 创造人类出来 最重要的目的 是管理这个世界 希望我们都能够 一起来跟随着 我们的主耶稣 真正叫自己 做基督徒 今天我们一瞬间 恭敬着永援之母 圣母马利亚 永援 真的我们需要着 圣母一直护友着我们 永远地陪伴着我们 因为直至到世界的终结 我们都是 在这个世俗化的世界里面 堕落了的世界里面 影响着我们 但是记得 不是控制了我们 不是令到我们 变成为奴隶 而刚刚相反 有着圣母 永援圣母的护友底下 我们一定要跟随基督 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要像天主一样的 创世的时候 创造我们 是天主的肖像 来管理这个世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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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